看一下一样 请各位建立一个专案 3-4-2 然后呢在这边一样按右键 建立一个所谓的类别 类别名称也是一样 跟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专案名称一样 那开起来之后的话 我是把它放大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那请各位 这个按照上面来来稍微做一下我稍微解释一下 printlite之后的话这边特别注意 这个print 出去之后呢我把这个地方稍微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把它稍微拉过来一点点 执行之后呢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里啊 第1个 前面的这个部分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自串的这个部分 然后后面的部分呢就是把 这一个 你会发现加有没有 这个加实际上就是把 这个自串它是个自串的 把后跟后面这个加后面的这一个-7把它串接在一起中间就是一个 串接的一个符号 第2个的话呢就是乘 你会发现 这边一样是一个自串 自串 加后面的这个就是一个结果 那5 这个什么 乘6 结果应该多少 5 6 30 那30的话呢 你把它串接在一起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等于后面有没有 就是30 那也就是说呢他把自串 跟后面的 计算的结果把它串在一起 所以这边的话呢 这个其实就是计算的部分实际在是这个地方 5乘6 把它串接 输出的话就是30 那再来的话底下也是底下这个地方的话如果说你要除法 除法的话呢就是 除法的运算 这两个是这个double 就是小数点 那 7 除以 2的 一除之后就3.5 3.5结果呢 这个加是串接符号 那串接完之后各位可以看到就是3.5 他会把结果 传到这边来 OK 那再来的话这个什么符号 百分比 7 百分比2 结果是多少 其实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求余数 求余数 也就是说7 7除以2的余数得到 7除以2的余数 因为一定除不进嘛 所以比如说余1嘛对不对 所以最后的结果一定说 1嘛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余数的运算 那这个地方也还蛮充用到的 在那个 以前VB里面是叫做MOD MOD MOD就是求余数的意思 好 那再来的话加法加法我想这个应该比较简单 4加 3 7 7嘛所以这个地方呢 虽然有刮糊起来 实际上刮糊之后的结果 他会把 加的结果放在这里 4加 3等于7 那4减3我想很简单的意义 这个应该不用讲 OK那 再来的话呢是有关于自串的串 自串的串接 那自串串接 这个部分我先宣告 我刚刚讲过那个Srim是一个 参考的资料形 形态 参考的资料 他是用CHAR来组成 那我们宣告一个Srim 1 他里面放什么 Java4 Srim2是什么呢 一种物件导向的源 那就两个字串 如果这两个字串 要把它串接在一起的话 中间用什么用加号就可以了 加号 那所以呢 自串连接 冒号 后面用串接符号再把这两个串在一起 所以 自串连接 然后呢 Java4一种物件导 所以串在一起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就会是像这样子的 一个结果 输出之后的话 那实际上他是由三个字串所组成的 第1个字串 第2个字串 一直到这里4 第2个字串 第3个字串 那中间的话是用什么方式呢 用一个加号 用一个加号 OK 把它串接在一起 那这个是 把这个变数丢过来 等于这个 这个Srim2的话 把这个东西 再丢过来 OK 那再来的话有关于 这个 这个还有公式 数学公式也可以这样来做 那这里的话 我们如果同时要宣告 4个整数的话 那4个整数 你不要傻傻的 Int X Enter Int Y 有没有 你就直接怎么样呢 宣告在一起 也就是如果你要同时宣告4个变数都是整数值的话 那你就直接怎么样在中间 中间加上什么 逗号 那这边的话我们来做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的话是一个F 这个F的话等于什么 X乘 X 减掉2 再乘上X 加3 那这个公式结果为多少 其实你可以怎么样呢 把这个公式呢 带到这边来 那最后的结果我想各位算出来 答案27 为什么27 我想你算一下应该知道 这只是带一个公式 把结果输出到这里 那也是用串接符号把它串接在一起 那底下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F 这个另外的公式 我想这个主要是让你知道说 变数之间可以用公式方式组成 把它绣出来 那最后这边还有一个就是 摄氏几度 摄氏几度的话呢 这个C是一个整数嘛 所以他给80 然后摄氏 几度 有没有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下面的部分呢 它显示出来就是什么 摄氏 这个80就是我们的变数 几度 有没有 然后等于华氏 带号到这里 到这里为止 那后面这个数字的话呢 因为它是一个print 所以会接在后面 不是print Line 然后面的话呢 再加上什么 9.0乘上 C 除以 这个5.0 加上3 这个是 转换华氏的那个公式 所以 转换出来结果就是 176 那因为它是一个 这个这个 printer出去啊 因为它是一个double 所以输出的话 我想也是一个double 这个是 这个最后的结果 运算出来结果是一个double OK 我想这部分呢 请各位先练习一下 三支 实验这个范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